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伙得的一颗西石主人金雪的是雪珠 学会佛门天音功法和神社灵尊成为朋友 最后成为魔族大侠的故事 咱们的故事还得从小娃娃张小凡开始说起 这天小凡上山砍柴时遇到的一个和尚在和神秘人打架 和尚使出天音功法,神秘人则使诈 在临死之前,他将佛门天音功法传给了小凡 而且还赠予了一颗珠子 这颗珠子可厉害了,以主人金雪为食 可当小凡回家时,发现全村人无意庆免 年幼的小凡为了给父母和乡亲们报仇 搬入到了清云派门下 十多年过去的,小凡每天和师姐在山上苦练武功 却连第一层的功法都没学会 可谓是天资愚笨到不行 小凡虽然智商不行,但是人品可是刚刚的 有一个神兽朋友,暗地里帮助他 只要遇到困难,他就会去和湖里的林尊聊天 小凡不敢和师姐表白 林尊看着小凡这么出息的样子也是难得理他 小凡因为身负强大的天赢功法 这也是他一直练不成清云武功的原因 而当年和尚的施雪珠也一直在吸收小凡的精血 这天小凡不要将施雪珠给扔掉 却被一只猴子给看上了 猴子一路追赶小凡,将小凡带入到了古坛里 在这里,小凡遇到的第二件法器 一根魔族血练成了施魂棒 机缘巧合之下,施雪珠和施魂棒合二为一 成为了威力无限的魔族兵器 施魂棒现世的煞气惊天动地 神魔两道都察觉到人间将结束难逃 魔族的鬼王也开始蠢蠢欲动 很快,魔族和清云门都怕出弟子前来调查 咱们的女主就是魔族天罪的女儿碧瑶 为了拿到施魂棒,她偷偷靠近小凡 却发现这棒子认主人 所以要是拿走,分分钟又会跑回来 清云门即将举行各门帕之间的乙武较量 要论武功就属小凡的武功最低 可小凡这货也是走了狗屎运 对手还没看清楚小凡拿着什么武器 棒子就能自动出手战斗 直接把对手给打懵 师傅还想着早点回家睡觉 拿着的小凡拿着棒子在手 全凭棒子的摆动就一路过关斩将 不被击准的小凡连连获胜 自然还是引起了长老们的注意 猴子也骑着二哈在一旁为小凡加油鼓劲 里面演技最好的就属猴子了 小凡在和师姐对决时雪叶意外掉在射魂棒上 这玩意吸射了雪叶之后 竟然再次升级了战斗力 所有人都看出了这根棒子 就是魔教的至宝 是雪珠和射魂棒 这一下各路人马都开始来到清云山抢棒子 连手持兵器的猪八戒也来了 而真正的老大正是魔族的宗主鬼王 师傅为了阻止小凡入魔道 本想合理摧毁棒子 却怎么也不能驱动 只能将小凡暂时关起来 而碧瑶也在夜里前来救小凡 碧瑶想带着小凡去见鬼王 这鬼王可以保护小凡 这鬼王可厉害了 可以幻化成任何形态 而且小弟个个都是奇形怪状 这造型和动画里面的角色一毛一样 鬼王想要杀掉小凡夺回棒子 却被碧瑶舍身救下 而且连鬼王的法术对付小凡也吃不到什么好处 就当小凡危险之时 清云门也前来围剿鬼王 这遇见数人多了 特效真的和马峰一样 追着鬼王打 连杉也可以移平 当然了这些弟子们最好全被鬼王给收拾干净 师父们何力启动 天雷爵和鬼王决一死战 在关键时刻 小凡用尸魂棒挡住了鬼王的魔弓 这尸魂珠 竟然还可以轻松吸收鬼王的魔弓 小凡在吸收了巨大的能量之后 体内的天音弓 加上清云门的弓法 再加上鬼王的魔弓 三法合一 一念成为了半神半魔的怪物 清云长老忘恩负义 想要联手解决掉小凡 却都不是他的对手 在小凡即将入魔道之时 师姐用自己的死 其实唤醒了小凡 死在了小凡的怀里 故事最后 小凡对清云山也在美牵挂 带着必谣 准备去往魔教 林尊此时也腾空出现 看完这部电影 不得不说 唯一的亮点 这是这只可爱的小猴子 每天不巧电影 欢迎来自关注西瓜坑定 本次作品来源 仙侠电影 是诸仙